耶利米书第37章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加代替约亚靖的儿子哥尼亚为王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立在犹大帝做王的 但西底加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 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西底加王打发是里米亚的儿子尤甲 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亚去见先知耶利米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 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 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 你们要如此对他说 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 必回埃及本国去 加了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 并要攻许用火焚烧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自欺 说加了底人必定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了底全军 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 用火焚烧这城 加了底的军队 因怕法老的军队 把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利米就砸在民中 出离耶路撒冷 要往遍雅敏地去 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 他到了遍雅敏门那里 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 是哈纳尼亚的孙子 是里米亚的儿子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 说 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 耶利米说 你这是谎话 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 伊利亚不听她的话 就拿住她 接到首领那里 首领恼怒耶利米 就打了她 将她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因为他们以这房屋 当作监牢 耶利米来到狱中 进入牢房 在那里求了多日 西底加王打发人 提出他来 在自己的宫内 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 耶利米说 有 又说 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耶利米又对西底加王说 我在什么世上得罪你 或你的臣仆 或这百姓 你竟将我囚在尖里呢 对你们预言 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 现今在哪里呢 主我的王啊 求你现在垂听 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 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 西底加王下令 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 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 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 这样 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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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权